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环球股汇今日是大幅的波动 完全是受到英国脱欧公托所牵动 脱欧胜出成为了市场的黑天鹅 港股一度大跌5.8% 收市跌幅收窄至3% 已经算是跑赢了多个市场 今早新特兰市开票显示脱欧派大胜 横指跌开384点或1.8% 暴在20483点 下午脱欧结果几乎成为定局 横指最多暴跌1205点 低见19662点 见到一个月的低位 之后虽然欧洲股市早段是全线暴跌 但是港股的跌幅有所收窄 收市仅仅跌609点 暴在20259点跌幅为2.9% 结束了连升5日的走势 国企指数收市第254点或2.9% 暴在8530点 全日的大市成交是急增至了998.48亿元 接下来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3.3毛5 中国移动跌3.2 建设银行跌1毛 工商银行跌1毛4 中国银行跌8分 港交所跌3.3 中国人寿跌5毛2 邮邦保险跌1.4毛5 腾讯控股跌2.3 经商中国跌5毛5 长河跌4.6毛5 新鸿基地产跌4毛 九龙仓跌4毛5 中国海外跌4毛 华润直地跌6毛 中海油跌3毛8 中石油跌2毛4 中石化跌1毛9 昆仑能源跌1毛2 中国生化跌2毛8 关注完了港股来看一下 内地的股市走势 中午的早盘 粮食在券商板块的带动之下 是一度冲高 但随着英国退欧风险 是逐渐增加 粮食冲高之后是快速回落 五街英国退欧成为定局 开盘之后互指示快速下挫 盘中大跌近3% 最低触及了2807点 而随后股指示迅速反弹 创业板一度翻红 并涨于0.5% 随后两市降温 并且是小幅回落 维持震荡 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 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指收报在2854点 跌37点 跌幅1.3% 深圳城指收报在10147点 跌107点 跌幅1.05% 沪深300指收报在3077点 跌40点 跌幅1.29% 创业板指收报在2127点 跌10点 跌幅为0.47% 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洛阳玻璃折让85% 金鱼股份折让74% 山东木龙折让72% 京城基电折让72% 浙江市保折让70% 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状况 福耀玻璃溢8% 江苏宁湖高速溢7% 安徽海洛水泥溢6% 中国石油化工溢价负的2% 广发证券溢价负的7% 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英国脱欧公投点票是已经结束 英国广播公司就根据显示选票表示 全国脱离欧盟 而全国382个点票中心374个是完成点票 而脱欧的阵营大约有1680万票 流欧的阵营大约有1570万票 而数字上流欧的阵景是已经确定 双方的比例是52%对48% 相差达到4个百分点 而今次的全英投票率是达到了72% 英伦的银行就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将会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 来确保货币以及金融的稳定性 又指已经制定了广泛的应急计划 与财政部其他国内机构 以及海外央行是密切进行合作 英国脱欧公投的显示就表示 选民以52%对48% 表决对英国脱离欧盟 英国对英镑对美元较早前是跌至了31年以来的最低位 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长河的发言人就表示 集团在英国当地的业务以及资产 主要是覆盖零售电讯以及公用事业 为当地的市民室提供产品以及服务 所以脱欧不会有太大影响 相信当地的业务会继续的蓬勃发展 而长河旗下的电能实业以及长江基建 在英国有非常庞大的业务 去年欧洲市场占长河除息税折旧 以及贪销税前利益的53%的这样一个比例 当中英国就占到了34%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